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 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与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 4月5号到4月8号要访问中国 这个事情是否是一件好事情呢 它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具体好在哪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 首先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法新社对于马克龙访问中国的这个报道 其实这个法新社的这个报道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啊 法国人马克龙到底对于他访问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态度扭扭捏捏呀 这也就是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法国的印象 你是啊拿着棍子敲着他 他不走对不对 你骂着他他不走对不对 然后你不理他他往前走两步 这就是现在的法国人 没有任何的办法 西方文化他就是如此啊 大家都知道傲慢与偏见啊 是一本名著 但是大家还得知道傲慢与偏见 他也是代表着西方人的文化呀 傲慢与偏见 不愿意去理解 以为自己很好 以为自己很棒 可以没问题 你这种文化 你这种习惯不改 倒霉的是你 你扭扭捏捏 你不愿意来中国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坑的是你自己 你来的越晚你能够谈的东西越少 你来的越越早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啊 首先啊咱们看一看这个法新社啊 他都说了什么啊 首先啊这个法新社称啊 这个俄乌的问题非常的重要啊 法国希望啊推动从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中国 利用其对莫斯科的影响力啊 说服普京坐到鱼 基辅的谈判桌前 这一句话是什么 是屁话 首先中国自打俄乌冲突开始以来都是劝和促谈 对不对 还是中国的立场 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啊 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也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想要结束啊 俄乌的冲突怎么办呢 对不对 俄乌谈判 俄罗斯与欧盟谈判 这是自打俄乌冲突 第一天开始中国就在联合国的立场 你法国人是瞎吗 对不对 中国一直以来都希望劝和促谈 现在啊 我法国人希望啊 中国利用其对莫斯科的影响力 说服普京坐到基辅的谈判桌前 你法国人 那么这就是有意思 就透露着那么一股子傲慢的劲儿 就真的是啊 你傲慢有关系吗 没关系 很多东西可能会很讨厌法国人 很不喜欢西方人这一套啊 他来中国干嘛 别来别来 来欢迎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 对 你想要谈合作 你想要啊 对不对 求发展 欢迎啊 对不对 你想要谈 但是的话 你想来谈 你拿什么东西来换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了 你来的越早 你啊 这个得到的东西越多 你来的越晚 你得到的东西越少 为什么我这样说 待会跟大家聊 咱们先看法新社的啊 这一篇报道 法新社还提到了啊 这个马克龙此次访问中国 将包括三个主要的内容啊 第一部分战略问题啊 和国际的危机 第二部分面对重大全球挑战的合作 以及两国的经贸关系 这三大部分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两大部分啊 但是不管如何 这三大部分里面的内容 法国人是一种什么样态度 还是不愿意全面的拥抱中国的立场 不过呢 大家还得知道啊 马克龙跟这个冯德莱恩啊 也就是欧盟的主席啊 一起来访问中国 欧盟那边的啊 那个外交的顾问吧 欧盟外交啊 最高的那个啊 官员啊 那个叫伯雷利啊 人家出来说了 我们欧盟欢迎中国那12点立场 其实对于法国来说 这个也不会啊 与欧盟的这个立场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欧盟欢迎中国在俄污问题的12点立场的话 法国他也得欢迎 不管怎么说 这12点立场也就是中国的和平路线 也就是中国的规则 你法国人认不认 对不对 还是一句话 你认不认 德国人来的早 德国人来谈的早 德国的拉斯夫 德国的西门子 德国的奔驰巴马大众 来中国设厂一路的绿灯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一路的绿灯 为什么德国人一定要来 因为新能源产业 对不对 大众为什么去新疆 大众的啊 那个总裁 为什么一直要顶着美国人说 新疆这边没有强谱劳动 为什么啊 不就是为了以后的发展吗 说实话了而已啊 你法国人来的晚 你法国人表忠心 表的晚 对不对 你谈的东西 能谈的东西 就会变少 那你法国人这样要怎么办呢 你法国人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呢 走到现在扭扭 扭扭又捏捏 跟中国谈俄乌问题 跟中国谈战略问题 和国际的危机 跟中国谈啊 这个全球重大的挑战 还有两国的经贸关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有用了 你手里没有牌了 法国人 咱们再继续看 他还要说什么啊 这个马克龙重申啊 面对俄罗斯 即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他寻求协调 欧洲应该发出一致的声音 欧洲应不应该发出一致的声音 当然应该 你法国是什么 你法国不是欧洲的老大吗 你既是啊 这个联合国的啊 五大常任理事国 对不对 你是其中之一 而且你法国还保有了 比较完整的 全产业链的武器军事系统啊 你对比欧洲 其他那些国家要强上不少啊 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想要靠着北约 对不对 把军费省下来 对不对 买点选票啊 做做做做交易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家来搞选举 欧洲很多的国家都是这种选择 不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了 然后德国那边也是受制于二战战败国啊 这样的一个环境 导致德国的军事也没有大面积的发展 你只有你法国有成体系的 只有你法国在欧洲还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 你是如何做的呢 你希望欧洲团结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你法国做了什么呢 对不对 欧问题 你法国有自己的观点吗 然后美国人 美国的老拜登 当着全世界的面 打你马克龙的脸呢 人家老拜登啊 刚开始说 对不对 我啊 美国啊 愿意跟这个普京来对话 这个是啊 愿意跟普京来对话 结果呢 回头美国的白宫就说了啊 我们没有这个计划 那你马克龙怎么办 跟你马克龙见面 当着面跟你说好听的 给你准备国宴 让你吃大餐 对不对 吃好啊 吃多啊 吃棒 对不对 一定啊 要让你吃美了 吃完了 跟你说两句好听的 回头 美国的白宫就抽你耳光 你希望啊 靠着美国人解决俄乌的冲突 拜登答应了 可是白宫给你耳光 你马 你马克龙如何反应 对不对 你马克龙什么样的反应 没声音 你这样的法国 如何让欧洲统一 对不对 欧洲能不能够统一 当然可以统一啊 对不对 欧洲要有自己的啊 这个自主性 咱们这边 习近平 见着芳特莱恩 也是一直以来 这样强调的啊 你应该有自主性啊 自主性如何而来 是靠着别人而来吗 靠着欧洲其他的国家 跟美国顶 跟俄国顶 跟中国顶 对不对 然后你法国藏在背后 你法国一定要赢马 对不对 这个世界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 你法国不往前去冲 你法国不承担责任 你法国 对不对 还想要占便宜 还想要欧洲团结 欧洲统一 他怎么可能啊 东欧那些国家 你法国是如何对待的 哪一个国家 你真正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包含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是不是欧洲国家呀 塞尔维亚 你们是如何对待的呢 东欧那些国家 你别说那些国家啊 有多讨厌 对不对 那些国家跟神经病一样 那些国家意识形态对抗 但是总而言之 在整个大欧洲的一个环境底下 东欧那些国家 就是被你法国欺负啊 你想要啊 欧洲团结 那是什么样的团结 就必须得其他的国家抱着你马 你抱着你法国 抱着你马克龙 哄着你法国 哄着你马克龙吗 你哪位呀 哄你可以呀 抱着你大腿也可以呀 对不对 你说硬话做硬事啊 对不对 你要有自主性 欧洲才能团结啊 欧洲没有自主性的话 欧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就是依赖美国啊 你哪有自主性啊 欧洲如果选择依赖美国的话 那你法国还怎么样强调欧洲统一啊 那就是欧洲其他的国家与美国统一啊 对不对 你现在知道了自主性的重要性 重要性 那原来中国人提醒你的时候 你在干嘛呢 对不对 但行 中国人在提醒你可以不在意 你自己做呀 对不对呀 你自己做呀 你在很多的问题上 自己说硬话 做硬事啊 指望别人 指望美国人 你跟欧洲其他那些国家有什么区别啊 对不对 去见拜登 拜登对不对 你得给我们欧洲带来和平 然后的话 我们欧洲的和平很重要啊 对不对 然后拜登你赶紧啊 跟这个普京见个面 给欧洲带来和平 欧洲我就爱你 美国 是啊 拜登答应你 当面答应你 等你回去之后 白宫就否认 打你的脸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对不对 现在知道傻了 现在知道要啊 我们欧洲团结 你面对中国 你欧洲团结 中国不理你 我跟各位讲 我可以 中国完完全全可以不理你的 你爱怎样怎样 对不对 欧洲你现在的经济问题 你自己去解决 对不对啊 你想怎么讲 就就怎么样 你的通货膨胀 你的金融的问题 你的啊 能源的危机 你粮食的危机 你难民的危机 你自己解决去吧 对不对 走到现在还在给我 跟我这玩傲慢 对不对啊 中国你应该影响莫斯科 中国是厉害 中国已经做了 你瞎了吗 就这样的一个法国 这样的一个马克龙 能有出息才有鬼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马克龙这种态度好不好 对不对 好啊 我跟各位讲 马克龙这种态度太好了 法国没有一致性 法国啊 欧洲没有一致性 欧洲团结不起来 欧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就是一个弱小的状态吗 你分裂 你割据 你内部矛盾一大堆 你团结不起来 那中国呢 就于取于求就完事了 对不对 谁愿意跟中国交往 谁来 对不对 那中国的影响力 只要中国经济稳定 只要中国慢慢的往上去走 按照现在的方式 往上去走的话 哎呀 来找中国的事 越来越多呢 还是来找中国的越来越少呢 对不对啊 那只要你没有团结 你没有一致性的话 谁强谁说的算 对不对 美国强的时候 你欧洲很多的国家 跟着美国走 美国现在啊 自己一大堆的问题 解决不了 中国往上走了 那找中国的会不会 越来越多呢 这就是法国现在的问题 走到现在 一大堆的问题 解决不了 还在嘴硬 硬 可以硬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到现在马克龙还在说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我们必须尽可能的争取 中国站在我们这边啊 向俄罗斯施加压力防止使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 并且停止冲突回到谈判桌 并使国际法 及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得到尊重 哇 你知道吗 现在还是俄罗斯好坏坏 俄罗斯好怕坏 对不对 中国应该站在欧洲这边 你欧洲站在哪一边呢 你欧洲应该站在中国这边 你要不然你别来中国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句话 你要不然你 您别来 您别来中国 中国的立场已经扔出来了 要不然你欧洲给个解决俄欧问题的一个方案 对不对 你法国厉害 你法国硬 你出一套方案 你别说中国那十二点立场如何如何 那你法国对不对 你别你出五十条啊 五十二条立场 你拿出来 对不对 给给俄罗斯 给乌克兰 你让他们来说一说 能解决问题 对不对 什么叫傲慢 傲慢没关系 我跟各位讲 西方人再这么傲慢下去 坑死的是他自己 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 法国人早来谈 早好 晚来谈 你倒霉的是你自己 对于中国来说 无所谓 你来我欢迎 对不对 你啊 跟我的观点一致 咱们可以谈的更多 你跟我观点不一致 你哪来哪回 对不对 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随你 你愿意来我就欢迎 这就是中国的态度 为什么说早谈早好啊 这个晚谈倒霉的是他呢 原因很简单 大家想想啊 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啊 其实最近这几年 有几个大新闻 比如说啊 中欧投资协定啊 欧洲那边叫停 就是因为啊 这个欧洲议会里边 几个几个特别可可爱爱的一些议员 跟中国叫板 对不对 咱们制裁了一下 然后就不得了了 我们欧盟欧洲要团结 团结怎么样呢 要叫停 中欧投资协定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如果说欧洲可以借此机会 跟中国来谈 没准啊 中欧投资协定 可能会谈来有利于法国 有利于欧洲更多的东西 结果呢 在哪啊 又臭又硬 一股子傲慢劲 对 不谈 不能谈 不能谈 我一定要让中国服气 对不对 行 行 让中国服气 好嘛 往后拖 往后拖发生了什么 往后拖发生了 不管是疫情啊 还是俄乌的冲突 这些东西来了 那个时候 欧洲与中国 好好的来谈的话 谈到的东西也会更多呀 为什么呢 因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欧洲整体的经济 还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影响 比如说能源的危机 对不对 比如说粮食的危机 难民的危机 还没有大规模扩散 欧洲如果乖乖的与中国来谈 咱们一起来解决俄乌的这个问题 欧洲的话语权 大家说大不大 欧洲那个时候有钱 对不对 还没有那么多的钱武器 扔给这个乌克兰呢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啊 欧洲保存着自己的实力 与中国来合作 欧洲可以变成解决 俄乌问题的一个主角啊 也就是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啊 与中国的中欧峰会 与习近平的中欧峰会 那个时候 大概那个时期 那个时期如果真谈成了 真谈成欧洲是主角 对不对啊 硬啊 那欧洲的经济还没有大规模受到影响 对不对 然后欧洲的很多的问题啊 还没有真正的扩散化 对不对 能源的危机 粮食危机还没有开始爆起来 那个时候欧洲你是主角 你硬 对不对 你跟中国站在一起啊 中国咱们一起来合作 对不对 中欧一起来合作 解决俄乌问题 可以啊 结果呢 那个时候不谈 硬 对不对 坚决不能谈 然后呢 德国的舒尔茨 德国总理啊 来中国了 那你法国呢 你法国在哪呢 对不对 如果说法国跟德国一起来中国 我跟各位讲 能能给欧洲带来的东西会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法德绑定在一起 强啊 对不对 这是欧洲的前两号的大国呀 无论是政治经济外销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两个国家来谈啊 对不对 那跟中国来谈 那底气族筹码多 对不对 结果呢 你马克龙不来 嘿嘿 德国自己来了 对不对 你马克龙不来 那你别来 对不对 要不然你想什么时候来 您再来 那个时候 如果法国德国绑定在一起 谈到东西更多 那走到现在 好到现在 您来了 现在法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法国什么样 非洲人当着全世界的面 当着那么多的记者的面 在那顶你法国人 对不对 你法国怎么样了 啊 你法国怎么样了 大家想想 大家想想 如果是两年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跑去非洲 非洲那边人敢直接顶法国人吗 没人敢 为什么现在 非洲人要顶法国人 不是因为非洲人啊 到现在为止 才想顶法国人 原来都是爱非洲的 不是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现实 你弱了 宝贝 对不对 你不行了呀 你没能力了呀 当然别人要顶你啊 法国现在受战争 受疫情 受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 各种各样的影响 法国的经济如何 法国的经济 对不对 CPI啊 在欧洲还不错 但是那个CPI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百分之九的那个CPI 你放在世界来说 你真的是啊 好硬的一条汉子 在中国CPI百分之一点几百分之二 这种情况 你法国就是百分之七八九这样的CPI 通货膨胀 那你就玩嘛 对不对 而且大家都知道法国最近还有什么样的事啊 哎 我要那个延迟退休两年两年 对不对啊 不干了 法国人不干了 满世界去闹事了 那你就这样的一个法国 马克龙还在那装可怜的 我也不想这样做 你不想做 你们别做呀 出来说实话了吧 为什么他自己不愿意这样做 还得延迟退休 很简单 经济不好了嘛 经济好的话 那大家都早早的退休 拿着退休金啊 过那好日子 享受生活 喝着红酒 摇晃的红酒杯 对不对 那小日子美 谁都想 可是呢 你法国现在经济不好 说实话了吧 然后的话啊 非洲人都要顶你 对不对 非洲人都不给你法国人面子 那接下来你法国想要找场子吗 在北非 你法国的影响力还在 现在非洲人人家啊 当着全世界全世界尾尔顶你法国 你美国你法国这影响力如何找回来 有一个开顶 第二个也会来 第三个也会来 为什么呢 你菜你弱你活该 对不对 这就是法国的状态 然后现在非洲那边你法国保不住 然后你法国自己的经济受到影响 疫情战争的影响 能源的危机啊 各种各样的影响 走到现在把自己的实力全耗出去了 来中国了 来中国了是吗 来中国 那你现在你跟我拿什么东西来换 对不对 你拿什么东西跟中国来换 现在你看一下啊 法新社啊 关于这次马克龙要来中国的这个访问里面的内容 啊 这个什么 我得要求中国 要求中国啊 这个施加对于莫斯科的影响力 让让普京跟啊 这个乌克兰人要对话 就要谈判 你现在还玩这套是吧 你以为啊 中国那十二点立场 中国是求着你法国来加入吗 对不对 中国的和平的进程 拿出来那十二点是求着你法国人来吗 你不来可以啊 对不对 俄乌没和平 影响的就是你欧洲 我中国人一分钱也没花 一分钱也没耗 对不对 大家也都知道 不管怎么说 最少的一件事情啊 中俄联合生命里边体现了一件事情啊 西伯利亚 对不对 力量 天气管道来中国 对不对 中国不吃亏 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您去解决 对不对 您不加入中国那十二点立场 您自己来到现在还在傲慢 你以为拿着什么中 加入中国那十二点立场 就能够跟中国来谈判 来要挟中国 来想要从中国这获取自更多的一个东西 您是不是想瞎了心了 对不对 您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还有几斤几两重啊 宝贝啊 法国人呢 对不对啊 走到现在还给我玩傲慢那套 玩玩玩 您您觉得拿那个玩意儿能谈是吗 能跟中国人来谈是吗 您就这样以为就行了 您拿那个东西来谈 我这边 我跟各位直接讲 中国这边不会给法国人任何好的东西 你想来来不想来 你爱爱哪哪去 对不对 包含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最近欧洲的金融的危机 对不对 不管是瑞信 瑞士银行 还是德意志银行 最近都要出问题 你法国人脱得了干系吗 跟你法国无关吗 那些东西啊 那些银行金融体系的没欧元吗 对不对啊 你法国人怎么办 现在来中国想要跟中国来谈啊 我还得傲慢 对不对 我还得啊 劲劲的 对不对 法国人自由平等 他娘的又不爱 对不对 来中国玩这一趟 行 没问题啊 对不对 想要中国帮你忙吗 想 是吧 想啊 想 您就这态度 对不对 我中国人弄了12点啊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 解决了乌克兰的危机 给欧洲带来的和平 对于你法国是好事 结果现在你自己经济出问题 金融出问题 对不对 国家的发展出问题 然后的话 还给我借劲的 我这边我得要求中国 对不对 要求中国啊 这个莫斯科与啊 这个基辅进行对话 您就来 对不对 就大家发现没 可不可笑 这就是西方人 对不对 这就是西方人 现在这状态 真的是 所以我跟大家讲 对于中国来说 他想来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来谈谈什么 这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早谈早得利晚谈 就倒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你想想 真的是啊 中欧投资协定啊 那个时候啊 欧盟议会刚叫停的时候来谈 你说一说能够是不是给欧洲带来更多的东西 走到现在 自己的经济啊 战争的影响 对不对 然后通货膨胀啊 能源的危机 对不对 包含最近金融有出问题 你惜不惜往中国来帮忙 大家得知道 瑞幸刚出问题的时候 瑞幸的人为什么来中国了 为什么找华春莹在那谈 那咱是最好玩的 我跟各位讲 就是瑞幸出问题啊 来中国 中国这员派华春莹跟啊 这个瑞士人聊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我跟各位讲 有意思点 我跟大家破开了 大家就知道了 瑞幸的问题是金融方面的问题 大家也可以把它解释成经济方面的问题 按理来说 金融方面的啊 这个这个银行啊 瑞士的这些金融体系的这些人员来中国 咱们这边应该派出相对应的 对不对 相对应的啊 经济方面的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官员 跟他们来谈 结果咱们派的是华春莹 其实中国的态度很明显 想不想解决问题 想解决问题 对不对 瑞幸那些问题想不想找中国人来谈 中国愿意跟你谈 可是问题来了 谈这些东西所有的基础是什么 是政治外交 这中国的态度就已经很明显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你金融方面在啊 来跟我谈没问题啊 可是外交方面两国的关系 那是基础啊 这些东西你做不好 对不对 其他东西咱崩谈 什么是政治外交 我12点立场 对不对 对于你欧洲来说是好事情 到现在你欧洲还在 跟我扭扭又捏捏 行啊 没问题啊 你扭捏 那咱们就啊 慢慢谈 晚着谈 对不对 你想怎么谈怎么谈 反正是瑞幸是您的问题 跟中国没多大关系 对不对啊 中国在做什么呢 您完蛋了 您欧元出问题 美国的金融出问题 美国的银行出问题 人员 美元啊 那出问题 那中国人民币国际化 那不更好的机会吗 想要中国帮你解决问题 中国愿意啊 对不对 当然愿意啊 帮助了你 大家是好朋友 人类命运 共同体 可是呢 你自己不争气啊 国与国关系 政治外交 这些问题 不去解决 只想 对不对 只占便宜 不吃亏 只想解决自己本身 金融 银行啊 那些问题 那您就往后哨哨 该谈咱们谈 但是的话 记住 华春莹 是中国外交 外交部的官员 对不对 外交部啊 什么样的一个部门 管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管理的是啊 政治外交方面的一些内容 记住 这是基图 您啊 瑞幸那边的银行金融体系的官员来 没有用 哈哈 一个什么呢 两边 那是两个行业呀 金融 你外交 完完全全两个行业 聊不到一起去 那怎么办 那中国人要派金融官员 跟你跟你来聊吗 你找到我 我想派谁派谁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外交 政治外交的啊 那些态度 该怎么办呢 欧洲人到现在还不懂吗 愚存 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这就是法国现在的问题 这也就是欧洲现在的问题 走到现在 那你那些问题想不想解决 想不想解决 想解决 看一看瑞幸的人 见的是谁 政治外交的态度 不改变 其他的合作 甭谈 人类命运共同体 没有大家一致的目标的话 实现不了 但是您想来 来 来 对不对 欢迎来啊 所以说呢 这个马克龙还提到了啊 这个与中国的这个 两国的经贸关系 对不对 经贸关系可以来谈 可以来谈 对不对 你看看德国人 谈得多好啊 对不对 拉斯福也来了 西门子 加大投资 然后的话 这个啊 奔驰包马大众啊 加大投资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法国 比如说像什么标志啊 对不对 血体龙啊 血体龙 然后的话 该要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啊 还在那又臭又硬 玩傲慢的那个态度 有用吗 对不对 有用吗 还在那劲儿劲儿的 对不对 你劲儿可以啊 新能源这块 你还做吗 对不对 法国跟多国一样啊 国内一大堆的啊 环保团体 对不对 绿色的组织 然后的话啊 欧洲那边也说了 对不对 然后啊 2025啊 还是2020几啊 对不对 要尽量的让新能源成为主要的能源 没有中国 您怎么做呀 中国就是新能源行业的全产业链的优势 继续劲儿 对不对 你不来 你别来 你别来 你别来中国投资 别跟中国合作 经贸关系 您别管 那你法国到最后靠谁去美国吧 去美国 去美国 美国最好 美国最棒 对美国最有发展 去美国呀 对不对 美国的银行 哎呀 千万别去硅谷银行投资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什么 富国银行好像也出了点问题 对不对 不管怎么说啊 千万别去美国小银行 富国银行 对不对 夺着点 虽然说大银行 夺着点啊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哎呀 美国的这个行业哪个好呢 嗯 对不对 美国哪个行业好呢 啊 法国是吗 法国要去美国投资是吗 好像有家企业叫阿尔斯通 对不对 阿尔斯通去 这个好像是法国企业 怎么现在变成美国人的了 你法国人去美国 去去 欢迎你去 美国的政策是什么 美国优先了 对不对 而且你要去美国 去依赖美国呀 美国还有一个法案呢 叫通胀削解法案 对不对啊 欧盟啊 跟你马克龙一起啊 要来中国的这个 冯达莱恩 那个时候急眼了吧 对不对 欧盟团结起来 跟啊 这个美国人打贸易战咯 然后我欧盟有核武器 我欧盟还得跟中国合作 哎 这个时候中国提起来了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法国现在的状态 嗯 不管怎么说 法新社的这个报道 可以让大家看到 法国人这个劲劲劲 对不对 傲慢的 这股子劲 无所谓的 同学们 大家一定得知道 无所谓的 你劲 你来中国之后 还这股子劲 还不够好好的来谈 对不对 行没问题啊 欢迎面子给够 对不对 面子给够 啊 这个水给你喝足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您您啊 该谈什么谈什么 您只要劲劲的 其实就跟瑞信 见花春莹一样 两个不同行业的在这聊 能聊到一起去吗 谈是能谈 但是聊不到一起去 对不对 然后呢 其他的问题 你就自己想 想不想解决自己的问题 想 是吗 想可以啊 解决呀 太主要端正啊 欧洲人 法国人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想来欢迎他来 但是能谈成什么 看他自己 为什么呢 早谈早得利啊 对不对 你越往后拖 你拿出来东西越少 欧洲的未来如何 欧洲你有什么 未来的产业吗 对不对 欧洲的经济 受不受战争的影响 欧洲的通货膨胀 能不能解决 你要 你要觉得 靠你欧洲自己能解决 您加油 对不对 您厉害 然后的话 您觉得 如果能够跟美国一起合作 能解决 您也加油 您也厉害 您能够把美国的通胀 学姐法案 给他取消了 你能够把美国的 美国优先政策 给他取消了 您牛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到最后 什么样的结果 靠自己 自己不成事 靠美国 美国不成事 到最后 欧洲 法国 您的经济会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等你经济继续的 受战争影响 等你经济继续受 这一波金融风暴的影响 然后您再给中国来谈 能得来的东西 是更多呢 还是更少呢 好事啊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真无所谓 我跟各位讲 对于中国来说 真无所谓 他什么时候来谈 想谈什么样内容 都可以 您越往后耗 就像我最开始跟大家聊那样 越是个好事 欧洲的经济 欧洲的未来 越受到影响 欧洲越散架 欧洲越散架 欧洲越弱 欧洲越弱的话 越大的国家 对于欧洲的影响 就会越来越深 对不对 那这个世界是哪个国家啊 我正在稳步的往上去走 变为越来越大的国家呢 对不对 你欧洲你自己掂量 中国人是佛心来的 还是这句话 中国人是佛心来的 早早的就提醒了 你欧洲人要有自主性 而且中国人为了你欧洲人操碎了心呢 对不对 远在欧洲的一场战争 对于欧洲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 然后我中国人还给你来了12点立场 对不对 希望你们能够和平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发展 中国人是不是佛心的 你自己不自救 赖谁 自己没出息 赖谁 走到现在还给我在这 傲慢的劲 自己来哦 再说 等法国人来了之后 咱们再看吧 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新闻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